到家了吗 我到家了 刚到 不啊 到了一会儿了 被老公抓住盘问 送我回家的是什么人 你们班级还有这么帅的同学之类的 被老公紧张的女人就是比较累 预悦 于途呢 于途还没到 不会啊 我家到他家 出租车应该几分钟就到了 我问问他 我有话打电话给你 再跟我妈做思想汇报 思想汇报 好 关于你 汇报完了 晴晴 睡了吗 晚安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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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没起床啊 以前九点我都到你家了 过年了我还不能多睡一会儿呀 我的错 以后我知道了 你昨天跟你妈妈说 你的思想汇报是什么呀 就是我妈追问我 年初一跑去上海 还有昨晚见的人都是谁 可是啊 某个人不肯告诉家长 我只能说 是某个漂亮的姑娘 而且我还没追上 嗯 你好像给我塑造了个不太好的形象啊 就是那种又不答应又不拒绝的 你妈妈对我的印象一定会变差啊 是我考虑不周了 要不这样 下次告诉她 年初一和昨晚见的人我没追上 乔老师 是我的新对象 那我多没面子呀 开玩笑的 别担心这个 你没担心 我反正很讨劳人家喜欢 他看见我就会喜欢 还困吗 要不要继续睡会儿 我一会儿去楼下扫雪 扫雪 是啊 我们这个小区比较老了 也没有正规的物业 我把门前道路清理一下 方便大家走路 那好吧 那我再多睡一会儿 后人叹什么气啊 没什么 就是在想 什么时候能去你家扫雪 我要睡觉了 别吵醒我了 乖 我给你家扫雪 你爱上你家扫雪 我可以摆拥一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